據說歐洲現在更熱 所以還是很熱 然後我現在騎了一個U-Bike 然後要去北美館 然後北美館就在遠山站的 往旁邊走就是花博館 花博館所以過去就是北美館 但我現在其實一邊騎腳踏車一邊錄影 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人少的狀況相信還可以接受吧 人超多的花博館 也不能這樣說 台北只要有任何的事情 人都會變超激動 然後就覺得這種大熱天 腳踏車騎真的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實在是比走路來的輕重太多了 而且也蠻適合錄影的 應該考慮以後 弄個什麼電動滑板之類的來錄 感覺蠻開心的一件事 北美館 它其實正門在另外一頭 所以我每次從捷運展轉過來都是這個頭 然後這頭就是一個什麼 台灣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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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館之類的 這個台灣精品館就是北美館 這是一個入口 這近距就是北美館的展區 所以 之前這邊會有一個收票的人 但我不知道什麼今天沒有 那它以前是禮拜六是學生免簽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好像連收票都不見了 我有點不太懂 對看起來收票真的不見 因為你看前面本來是收票口都沒有人 所以會不會是它其實還沒開放 它發現就是它上面的二三樓都關掉 然後這邊是開著的 然後幸好第一次還是有部分的展 還不錯 有進位來趕 但是 其實看不太懂 不知道它重點在哪裡 Few的東西 品還蠻大的 那就是 樓上一個小的 樓下兩個比較大一點的展 拿去啦 對就是一個小空間 主要認真說北美真的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博物 就是蠻大的一個美術館 其實我蠻喜歡 北美 我覺得北美應該算全台灣最 摩托桑順最好的一個美術館吧 好久沒看到 很懷念的東西 不知道這是一個很久以前的展品 還是特別喜歡換人片 就把換人片拿出來玩 他們在這邊看東西 然後它那個CAMERA就會投到隔壁去 原來它這個是通的 這邊回家 就回到剛剛那個區域 它兩邊是通的 就是剛剛那個戴頭盔 就是前面的螢幕會秀出那個 拍那些戴頭盔的人 就是前面的螢幕會秀出那個 拍那些戴頭盔的人 然後那個也遇到 然後那邊有一個戴頭盔的人 然後那邊有一個戴頭盔的人 就這樣看 如果或是那邊的 我會想看 走到這個戴頭盔的人 那邊有一個戴頭盔的人 那邊有一個戴頭盔的人 對我來看 就這樣看 直接看 有氣氛各種的壓力響 獻給那些藝術家的禮物 獻給莫本理工大學美術學院的水母 呵呵 突然想到查理 這地下廳真的蠻大的 這就只有地下一層而已 就這麼多個展 這感覺比較設計 應該是想美術館的設計 畫了我累死了 畫了我大概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畫殺回 畫了我大概快一個鐘頭吧 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什麼表演 應該說不知道是什麼展覽吧